不要在成績出來的時候 就跟打計的志願 是用你最初的標準去看 你看有沒有市場 怎麼去定義我要去分科還是學出 用你的志願客製化的去做評判 而不是別說什麼可能 我因為一定要考到前標或頂標 你才可以去考分科 如果大幅提升你錄取理想校系的機率 答案就是你要清楚知道你要什麼 適合你成績校系的最好申請方式 以及你現在該做什麼 大部分沒申請上自己第一志願的人 以為自己只要通過歷年成績 許得面試官的青睞 他就能躺平等著好消息的到來 然而事實上是 他操作了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 導致他現在只能躺在床上哭 為了讓這支影片有最佳的參考性 我找來四位以不同方式 錄取自己理想校系的人來解答你 首先是高中校排99% 最後以分科榜索的身份 錄取台大法律系的皇系 再來就是經歷的末代指考 以及新式分科的Sasha 最後的兩位則是在學測後就決定分科 但最後以異於常人的搶耍 成功用個身錄取上的藥學系的 張之印以及Brandon 相較於之前的影片 這一次演算法會不太喜歡 阿我也試著剪得好晚一點 不讓你睡著 對 我們一起加油 首先三步中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分析 分析以現在的狀況 現在的國音分數 這樣的總級分 你該決定說用個身上 還是在一戰分科 那你覺得怎麼就是有些人可能學測考完後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正常發揮 超常發揮 還是有點失常 那你覺得是怎麼去判斷這件事情 有沒有失常應該看的是說 首先你先去看你想要的科系 你一階有沒有過 如果你一階沒有過 那肯定就是失常嘛 如果你沒有上啊 那我們就念分科 但是如果你今天一階過 然後我們就來評估我剛剛講的二階 你自己到底在哪一個定位 你真的理性的去分析說機率高嗎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機率都是不高的 怎麼說 因為首先是你確定你過了一階 但是你的學測成績有贏他那麼多嗎 他的整個參考裡面還是有學測成績的比重啊 確實 那你贏他多少 你有贏他那麼多嗎 你有信心嗎 再來就是你很難保 你在面試一定會完全發揮啊 你確定你面試不會失常嗎 通常大家都會填一個保底的科系 但你直接填六個夢幻 你的想法是怎樣 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既然都已經有心想要去準備分科了 那我就 然後個人申請的話就不要浪費那些資源 去填一些保底的資源 就是填了一些自己到時候放榜之後 結果自己也不願意去的一些科系 所以我那時候就個人申請的資源 全部都是填 學測錢就已經想要去的科系 那就算到時候都沒上了 但是我還是有心想要去讀分科 還是可以 放自己的夢想 南無虎 不要在成績出來的時候 去更改自己的資源 你應該是用你最初的標準去看 看有沒有市場 因為這是分科 所以你的國文英文成績是被定下來的 這也讓不少人在邁向自己理想科系前 卻不 但這其實是有解決方法的 像是 我拿法律系來說好了 法律系是 公民乘以1.25 國英然後歷史都乘以 所以那這樣看起來 公民加上歷史的倍率是2.25 所以你只要這2.25 考贏那些國英的人 你贏的分數其實還更具優勢 等於你公民贏1分 比他國文贏你1分還更具優勢嘛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志願 假如說我的目標是 中國醫藥大學要學習 但是我們個人申請 其實不會參採國文跟英文 但是分科測驗的話 國文英文參採的 幾分就會成到14幾分左右 分科測驗反規對我比較不有利 假如說你的目標是 個人申請國文英文看得很重 那我覺得分科測驗可 會對你比較有利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用你的志願客製化的 去做評斷 而不是也說什麼 可能國英文一定要考到錢標或頂標 你才可以去考分科 那如果有人沒有資源呢 因為很多人會是 他是用成績去選科系 那這個時候你的方法就會對他來說 幹 我還是不知道我想要送 那我怎麼去定義說 我要去分科還是學測 其實會去考分科的可能就兩種人嘛 一個就是已經有明確目標 但是自己個人申請沒有辦法達到 那另外一種人就是比較盲衝 那我現在就是想要跟這些盲衝人講說 不要再繼續盲衝 說不定其實你現在停下來想 你可能個人申請結果 就可以到你自己滿意的目標 我們高中補級班的物理老師 他有講過一句名言 選擇比努力跟中央軍 要先學會選擇 然後我們再去做努力 再來就是第二步 調整 我沒考察 畢得學測一整年的摧殘 畢竟馬上進入備账狀態 買了一堆講義 導致最後因為壓力太大而自爆 倒不如先好好調整自己的心態 讓自己有動力可以走到終點 針對就是學測考報的人 然後要分科 就他們會覺得說 就是自己實力不夠啊 自己能力不好啊 所以學測考報 然後所以導致自己要分科 但是其實我覺得不是這樣 其實分科是 另一個給自己能夠證明的機會 就證明自己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到自己 更理想更好的消息 你就保持這一個 大家都沒有大學 我有什麼好緊張 我就只是跟大家一樣 都還沒有大學而已 首先是面試已經排在畢業之後 所以你在接觸這些同學的時候 是他們也還沒有大學 好他們58級59級 那他一定上嗎 他絕對不一定上啊 我們那班那時候第一名 他是繁星 社會組喔 社會組 社會15級 然後他全部都15級喔 他只有國文12級 但是他去反省 他直接被塞掉了 幹 超扯耶 他數位15級 然後他因為他國文12 他通常是台大經紀C 我靠 這種都會沒上 幹厲害 然後他後來就去 學測個人申請 然後他是到個人才上 所以在這一個 1月考完 然後一直到 5月底 6月畢業之間 大家都是不一定的啊 因為他們也沒有大學啊 那他們一點就是 自以為已經上了 嗯 就那種態度 那你就等著看 到時候一定會有人 沒有上理想的校系 嗯 可能他到時候上了某個學校 然後他跟你說 喔幹 我超屌的 我很滿意 但其實他當初根本就不是那個志願啊 就是他們那個時候已經變職了 就是你如果改變不了你自己的心態的話 那你就可以嘗試去改變你自己的外在環境 第一個像拉攏人家 就是你可能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冠出 被人家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可以各身都點自己的夢幻志願 如果你有新分科的話 就去讀分科 才可以 兩個管道都可以達到你自己的夢想 第二個方法其實 那時候因為我們疫情蠻重 所以那時候我怎麼滿常請房醫家的 就是請房醫家 然後跟 就是也要讀分科的人一起讀書 就讓自己可以融入在一個讀書的氛圍 而不是那些 可能已經有大學的人的氛圍裡面 欸 現在還在看你很棒喔 好啦 我們來講最後一步 就是說 有方向跟心態 你就是行動 就可以考上自己的理想科系了 而接下來我請他們回答一些 你在準備上一定會有的問題 那你覺得那種選修沒有很好 然後當然對學者成績不滿意的話 去考分科會被當炮灰 就有些會翻心聲 跟各生聲會這樣想 現在剩可能大概150天吧 那這個時間你覺得準備選修是 綽綽有餘還是有點幹 是綽綽有餘 自然科我可能沒有那麼理解 但是我就拿社會科來說好 社會科他 總共他考試範圍就是必修三冊 那再加上選修兩冊 其實這樣總共才五冊 必修三冊 你已經在那個學測的時候就讀過 而且他的整個分科成員的考試重點 他也是著重在選修一跟選修二 選修一跟選修二 其實講白了 就只是必修的延伸而已 就是他完全是基於必修的基礎 所以你等於是 五個月的時間 然後你總共只需要念六冊 而且是很容易吸收消化的六冊 那你覺得說等成績出來後 再決定是來得及的嗎 覺得可以耶 因為一考完就直接馬上準備 就是後來有點太緊繃 嗯 我覺得還是可以休息一下 223 成績出來 225 只考一模 我覺得一模不用太在意吧 喔 怎麼講 因為有人現在擔心說 要不要直接去買講義 我覺得可以開始去做一些功課吧 書單之類的嗎 因為如果223成績出來 然後到時候才決定要分科 然後225就直接要考一模的話 那一定還沒準備好 所以成績就不用太在意 就是你在準備分科的過程中 你會有模擬考 你會有自己寫意見 你會去買任何的那種模擬試題來寫 嗯 你要記得你要什麼 你在寫這些課的時候 你可能會突然蹦出一個 假設數假 你寫一寫 這一回只有30分 你就會超級挫折 不要被那個分數帶走 你要告訴你自己 我現在是在你為了 我最後的 而不是為了 而不是為了分數 所以不要因為 過程中的一些挫折 或者是 其他人在面試吵 就是那種還沒有上大學的人 他考很好 但他根本也還沒上大學的人 在你旁邊玩 你就被人家帶走 所以你就是要告訴自己 我要站 我要站到底 我要站到過大學的那一刻 所以你不能分心 嗯 然後呢 你不要被中間的任何的 出現的花花草草 或者是藏人舞當作 就算是玩模擬考很爛 嗯 你還是繼續往前走 你要盡力的走到終點 那你一定不會有很差的成果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這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